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大家讲一部我特别不想讲 但却有人一直想听的电影《王山》 这部电影看的时候 恨不得冲击屏幕里 将里面的人给痛打一顿 至于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少年眼里 简直不是人 小梅是一位大学生 本来毕业后的她 有美好的生活 在朝大挥手 可却因为在找工作的时候 被自称是某公司的总经理和秘书 以晋山采药为由 将小梅骗到了山里 可当她小村里以后 经理和秘书就告诉小梅 要去找合伙人一下 让她稍等一会 可之后出现在小梅面前的场景 却是一间阴暗的房间 在她出门准备寻找经理和秘书时 却被一位爷爷给拦住了 爷爷告诉小梅不许走 他们已经花了七千大洋 将小梅从经理手上买了下来 以后小梅就是她皇家的媳妇 随后就将小梅再次带入房间 暖静了起来 当夜深冷静的时候 丈夫准备跟小梅亲密 可却被小梅给轰了出去 隔天 村里的人都得知了皇老爷有媳妇了 于是一伙人就在家里吃酒席 而当大家趁在喜庆的时候 小梅却依然在房间里 独自受苦 虽然婚礼已经举行了 但因为小梅一直拒绝丈夫 导致她经常受到村里的人嘲讽 说她是闹肿 于是在酒精的刺激下 强行要跟小梅亲密 可却无疑一次被小梅给轰出门外 皇老头看到自己儿子就怂样 于是就带着她进入强行逼迫小梅妥协 收入的小梅开始绝食 不听任何人的劝告 并且找到了机会溜了出去 但是抓她回来的并不是皇家人 而是这个村的村民 就连村主人也不帮助小梅离开 这个村里的人全部都是一伙的 可在有一天 小梅选择个万自杀 丈夫发现后 赶忙找到自己的弟弟德明 一伙人将小梅带到了医院 脱险出院后的小梅还没有好好休息 皇老太就将村里另外两位拐来的女子 叫来劝说小梅 她们一个劲地给小梅洗脑 说只要先听话 找准机会再逃出去也不晚 听完之话 小梅也觉得言之有理 家去的时间 不哭不闹按时吃饭 对丈夫的羞怒也不再反抗 在一次河边洗衣服的时候 小梅也得知了逃跑的路线 趁着大伙都在忙活 小梅又开始逃跑 可没一伙 却依旧被村里的人给抓了回来 被抓回来的小梅这一次想吃饭都没得吃了 好在有一位小男孩青山给他送来的鸡蛋 小男孩的出现给小梅冰冷的心 稍微软了一下 可之后小梅又看到了淘宝的机会 那就是自己的丈夫弟弟德明 因为德明是村里唯一的读书人 所以小梅在跟德明俗诺后 也恳求他带着自己离开 对于这个请求 德明告诉小梅再等等 自己一定会带他离开 家居的日子不管德明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小梅都尽心尽力的满足他 但两人不一般的关系 很快就被自己的丈夫给发现了 对于这件事 皇家人的解决方法 就是欠德明的钱一笔够小 在任何时候 钱都可以解决太多事了 但最后 德明还是离开了村子 自己唯一的希望再次破灭 小梅将德明送给自己的所有东西全部给烧光 但逃跑的梦 小梅从没有断过 他找到小卖部的老板将自己的身体以40元卖出 有了钱的小梅坐上了面包车 来到县里的班车 眼看即将就可以离开这噩梦之地 但没想到 还是被丈夫一伙给抓到了 而这过程却没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 再一次回到这地方后 小梅已经不再涉求 能离开这里了 没过多久 小梅就怀孕了 而生下来的人 正是皇家人梦寐以求的男孩子 可即使有了孩子 小梅依旧想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他不断地让村里的邮递员给自己的父亲送信 可写了好多好多信都没有回信 而因为没钱导致辍学的青山 在小梅的帮助下 也学到了自己渴望的知识 再次偶然间 他发现邮递员竟然跟丈夫有交易 他连忙赶回来告诉小梅这个消息 并主动要替小梅送信 小梅期待已久的父亲终于赶来了 但一伙人在警察的待定下 要离开时 就遭到了全村人的围堵 甚至警察找到了村干部 都无法将两人带走 最后 警察实在无人为力 只好先行离开 并承诺不说好警力 就来营救 但村民却打算将留下来的小梅给藏起来 却找到了父亲的主旨 于是丈夫便殴打了父亲 这一幕让小梅终于忍耐不住 拿刀一挥 故事结束 这部电影少年实在不想再看第二遍 它一共有两个版本的结局 一个版本 最后小梅被警察给带走了 但这个版本 小梅有没有离开 没有人知道 但这群不是人的人 却找到了制裁 那一刀 挥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人贩子在如今的大城市 是越来越少 但小村落里 由于监控不齐 所以还是有许多孩子被骗走 带走一个孩子 毁得不只是孩子的前途 还有他父母 以及亲人的心 对于人贩子 视频前的你们 认为该如何处置 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少年看电影 下期我们讲一点励志 或者搞笑的吧 那咱们下期再见